怎麼樣 有沒有意思要出家 出家這駕駛就很有功德 你懂嗎 你現在那內衣內褲一點功德都沒有 現在這個駕駛很有功德 還有一種 還有一種你看你知道那個 割肉餵鷹的事情有沒有 就有一隻 有一隻小白兔 砰砰砰砰砰到處跑 哇 老鷹來了 然後那個小胞兔 看到那裡放光一看 釋迦佛在那裡 或因為阿禄湉在那 就咚咚咚跳到その阿禄漢的懷裡 啊 嚇了全身發抖 就把他蓋住 蓋住得這樣了 然後那個老鷹就 飛下來 就走走走 走到那個阿禄湾 說啊 咦 الل 找的 咦 咦 那個老鷹問說 咦 那個老鷹啊 我是你別的生活太多人 咦咦咦 我是一種骨胤啊 全部你吃那個老鷹 吃那個拖子 你看看這裡拖子 跑來這裡 什麼那個天氣很好啊 我最近有落塞 你就來顧左右沿他 不能夠說我看到 或也不能說我沒看到 戒律上不是規定出家人 不能講妄語嗎 就只能講什麼話 講顧左右沿他 天氣很好 你知道嗎 盡可能的顧左右沿他 然後那老鷹就知道了 啊來行的 他就飛走了 飛走之後怎麼辦 為什麼我們吃飯的時候 要出七粒米 就當年就這樣來 那老鷹專門在抓蛇吃的 蛇跟老鷹比的話他輸 大部分打輸 輸了就被老鷹吃了 老鷹吃了之後他就咬蛇 就由到釋迦佛那裡說 釋迦佛啊 我今天孫子都叫老鷹吃完了 我幫你保護 我請老鷹過來 那佛的威德就把老鷹找來 我說我們哪裡啊 混哪裡的 我是混天空的 我是老鷹 然後我怎樣 我們不要再吃那地龍好不好 我說怎麼可以啊 我就專門吃他的啊 沒辦法啊 好吃人 人吃豬 豬吃飯 就一行吃一行 這樣而已 他說不然這樣啦 以後我叫我的弟子喔 每天中午吃飯的時候呢 便吃給你吃 那個蛇就很害怕 他很害怕我少講一段 很害怕 釋迦佛就把他舊夾沙拿來 他弟子舊夾沙 舊夾沙就撕一條線喔 就綁在 綁在那蛇身上 老鷹就不能吃了 也看不到他了 夾沙耶 有時看法師們穿的身袍 有幾種不同顏色 請問是什麼分別 喔 是這樣子的啦 基本上 這是漢傳佛教 有個不成文的習慣 就是 黃色 黃色沒有金色啦 就黃色 或土黃色 這一類的 基本上就是 出家資歷比較久 或者是他在佛教裡頭 擔任的職務 比較管理職 是這樣 那像我們今天穿的這種 咖啡色 就是一般一般 就是 出家 酒 讚 都可穿 因為架沙裡頭有 咖啡色架沙這種概念 所以我們就模擬那個顏色 來做為萬福士的制服 那 如果是女眾師傅 或下院的師傅 或者是剛出家的 呃的 的女眾師傅 或者是即便是男眾師傅 他們沒有特殊規定的話 我們會比較傾向於灰色 白灰色 像現在只為女眾師傅穿的那樣 就是 白灰色這樣 但不能白色 就比較淡灰色 鐵灰色這樣 會比較淺一點 來做區隔 原則上是這樣 有沒有意思要出家 出家這架沙就很有功德 你懂嗎 你現在那內衣內褲一點功德都沒有 現在這個架沙很有功德 很有功德 這真的是這樣 他就把架沙一條絲給他 那每條蛇都來領那一條 架沙一條絲 那些老衣都沒看你了 看眼鏡啦 用望遠鏡看也沒了 都看不見 看不見的時候 誰在搞鬼啊 怎麼可能看不到呢 以前這裡很多龍的 怎麼會沒有呢 這麼一打聽說 他拿了釋迦佛的救駕沙的那個保護 保護他就跑來跟釋迦佛講說 釋迦佛你老人家慈悲沒有錯 可是你慈悲他就不慈悲我啦 就這樣釋迦佛在講後面的話 很多很多佛門裡頭這些 都是真正在佛門裡發生的事 因緣不同 小鈴鐺響 注意啊 按讚分享訂閱 然後你這個小鈴鐺要響起來